大家好 我是开心 刚刚看到的这一幕 是我在日产4S店与销售的一段对话 车辆明明是在质保期之内出现故障 却不能走保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开着我们的图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这故障灯突然亮起 仔细看了一下 这应该是胎压的故障灯 穿过这段隧道 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车停下来 下车仔细检查了一下 胎压看着是正常的 为什么这故障灯亮起了呢 右转 男儿育 北照台 下高速走了一段盘山道 扭扭轮胎 它就能解诱 就结算了 但是那也得穿 5S店修一点 这个指示灯就正常了 即将左转 这压值又出来了 左转 随后100米右转 嗯 这下了高速刚才正常了 这会儿又不正常了 胎压数值没了 但那个警方的风又不亮了 所有车道都可动起 快关 毕竟是新车嘛 我们决定还是去4S店看一下 走不了保修 4S店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 说这轮胎啊 后期换过 换胎了就不能走保修了 初步判断呢 应该是胎压传感器出现问题 我估计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 对对对 如果真是传感器损坏 就需要我们自费修理 换个传感器 加上工时费 大概得需要1000多块钱 不过这家4S店还算透明 允许我们进入车间 看着工人修车 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questions 令个传感器 我您这个 做远教授 女士 还好看 掉在轮胎里头了 两天就这么扎着的 什么 涵水腿的问题 agora仍然怎么了 现在是去门口坏了 它为什么这会松呢 这个还是就是你以前发那个轮胎的时候 碰着了 不然的话它不出去 你是说它那个换胎是怎么碰的 对 可能这个地方有点 松了 消不住了 它里边是个瓶泡 正常应该很紧很紧 碰着了 就是换胎就是碰着了 这没问题啊 对 还没那么紧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因为换胎的时候 其没水损伤 接口处松动 导致这传感器脱落 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真是胎压传感器损坏 需要更换的话 花一千多块钱 索性我们就不打算修它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点击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